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求做佛 不求余物 红法法师 你是岭南人 又是个寥 若为堪做佛 慧能法师巧妙地回答 人虽有南北 但佛性本无南北之分 个寥身虽与和尚不同 佛性有何差别 慧能法师和红人法师的对话真正地向世人阐释了人格平等 毫无分别的本意 同时也彰显了当时佛门广大 无所不容的胸怀 而如今 小编觉得最能体现这一胸怀的 应该要数这位来自美国的洋和尚 是法兴 是法兴 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他从小喜欢音乐 常常一个人就可以唱一整天的歌 家里人见他如此热爱音乐 便有意将他向这方面培养 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以及自己的坚持努力 是法兴考上了美国的艺术学院 在艺术学院里 施法兴继续散发着自己在歌唱方面所展现出的天赋 他积极参加音乐表演活动 不错过任何一个歌唱的机会 在大学期间 施法兴获得了数不清的奖项 成为了校园人人皆知的歌唱家 当时 所有人包括施法兴自己都认为 他将在音乐方面大有成就 大学毕业以后 施法兴除了忙些工作与音乐的事情外 更多的时间放在了旅游上 施法兴游历了世界上许多地方 他沉醉于每个国家的优美风景 感叹于各个地区的风俗文化 但在他游历的众多国家中 他对中国最感兴趣 无论是中国的名胜古迹还是美食小吃 施法兴都非常喜欢 他本以为这次的中国行程只是自己人生阅历中完美的一夜 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接下来去的一个地方将改变自己的一生 那天 对中国文化十分好奇的施法兴走进了一座寺庙 当他刚刚迈进寺庙门的那一刻 他便感到自己内心升起一股说不上的激动之情 看着面前祥和宁静的场景 施法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他不禁想要对这座寺庙了解的更多 这就是后来施法兴剃度出家的契机 施法兴开始研究佛学文化 学习中文 面对语言不通的问题 施法兴都会不厌其烦一遍遍地查阅翻译 每当他领悟到一段佛学知识时 伴随着新知识涌入脑海的愉悦 内心都会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 而这种感觉是自己唱歌时从未体会过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 随着施法兴了解到更多深层次的佛学文化后 只是自己一味地看书再也不能满足他 施法兴发现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佛法 他决定把这份热爱做到极致 剃度出家 虽然施法兴有这样的想法 但出家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施法兴拜访了中国很多个寺庙 表达了自己想要剃度出家的想法 但没有一个寺庙愿意接受他这样的外国人 但施法兴没有放弃 他一边继续寻找肯接受自己的寺庙 一边继续潜心学习着佛教文化 或许正是因为这份坚持与对佛学真正的热爱 施法兴得到了中国宗教部门给的一次机会 先在寺庙修学佛法 根据他的表现在最终决定是否收下他 虽然没能直接成为佛家弟子 但施法兴并不介意 他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施法兴每天努力学习佛教文化 从未间断 面对自己不懂的问题 他便虚心向别的僧人求教 他为人谦逊 面对佛学知识也可以做到精益求精 终于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得到了认可 在钟南山的星教寺剃度出家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佛家弟子 他的师父给他起名 施法兴 正是希望他可以成为宣扬佛学文化的一颗新星 能够以外国人的身份成为佛家弟子 施法兴感到十分自豪 也常常跟别人说起自己与佛教的这段缘分 他曾感叹 若不是无意中迈入那座寺庙 或许自己今生都不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处 这便是佛学中的缘 施法兴为宣扬佛学文化也做了许多贡献 很多人喜欢他风趣的讲课方式 他的讲学中 常常会融入自己在各个国家旅行的经历 很多时候正当人们沉浸在他所描绘的风景之时 他已经把自己所要教授的佛学文化种在了人们的心里 施法兴常说 修行就是一种探索 不断修行才能发现自我 要用自己的意念真真切切地去感受 不能因为旁人的见解使自己迷失方向 不忘本心 以众生平等的心态去面对世间万物 这正是施法兴这么些年来所领悟到的真理 那这位洋和尚如今过得怎么样了呢 接下来 小编就为大家分享一段记者出遇施法兴时的所见所谈 在法门寺大雄宝殿前 我见到了施法兴 一位笑容灿烂 身形消瘦的外国籍和尚 他正在跟几位师兄弟侃侃而谈 汉语流利 幽默风趣 这让我有了走上去的勇气 当施法兴得知我要采访他时 似乎难以置信 他望着自己身旁的一位中国和尚 用手指反指自己 并惊讶地说采访我 中国和尚确定以及肯定 我是要采访这个外国和尚 于是对施法兴说 你去跟他谈谈吧 在短短的数十秒间 施法兴给了我三个惊喜 一个外国和尚 一个会说汉语的外国和尚 一个懂得观众方言的外国和尚 施法兴随和 剑谈 具有西方人鲜明的随性特征 虽然动入空门 但没有修行者的严谨和刻板 他说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媒体的采访 并对我乡土气息浓烈的普通话 竖大拇指 他判断的依据是 我来自北京 当我夸赞他汉语说的流利时 他说 哇 马马虎虎 你的普通话才标准 天呐 我不知道给你说什么 马上又纠正 不对 应该是 天呐 我不晓得跟你撇啥 得知陪同我们的导游 吴江伟是西安人 他马上说 哦 撩咋咧 哦 莫马达 然后 双手掩嘴 哈哈大笑 吴江伟来劲了 开始喷空 说观众话是中国最古老的官方话 后来我知道 士法兴也是刚刚开始学习观众话 他说 他喜欢观众口音 他想尽可能地融入当地的语境 让自己不像个外国人 如今 士法兴在厦门南普陀寺修行 此次北上云游 在各个寺院挂单留宿数日 以交流学习佛法 与法门寺停留两天后 他将前往山西五台山 士法兴说 不同的宗教 就像不同的语言 其实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 都是叫人潜心向善 超脱自我 佛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 是永远存在的无我 身体和灵魂都是幻觉 世界无常 一切事物自然不会永恒长存 不仅形体是这样 精神也是这样 无我不是没有自我 而是通过修行 让存在的自我彻底消失 不爱也不恨 其实 无我的状态 才是最高的自我 士法兴说 他将僧人当成一种职业 其实每种职业中 那些经与此道 对人类的和平 幸福做出贡献的人 都是得到高僧 比如甘地 比如曼德拉 我问他有没有去过 隔壁新建的佛光大道 和和石舍利塔 士法兴说 没去过 但是 四年前他还是杀弥的时候 曾经来过 那个时候 佛光大道和和石舍利塔 尚未建成 他在旧舍利塔中 见过真的佛谷舍利 又说 舍利只是一个物品 真正的修行 是为提高品德和教育 真正的佛性在心里 而不是形式上的崇拜 修行不是崇拜佛祖 而是像佛祖一样 一生的追求 都是帮助别人 佛祖怎么做 修行者就怎么做 佛法讲究 和和共生的思想 但是法兴自己的理解 所谓和和共生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 不合则不合作 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士 就可以不合作 比如 人人都不喜欢麻烦 那就不要跟麻烦合作 我们访谈至下午四点多 过来一个和尚 招呼士法星 该准备做晚课了 士法星起身 双手合十 向我们告别 走了几步 突然转身问 你们不会帮我出名吧 我可不想出名 这么多年来我能潜心修炼 就是因为我不接受采访 没人知道我这个外国和尚 又追问 你们不是CCTV吧 得到我们的肯定后 士法星缓缓地去了 阁廊后面的课堂 十几分钟后 穿着一身袈裟 回到大雄宝便前 见我将相机对准了他 他笑着说 拍吧 又给个侧脸 念叨着这样帅 还是这样帅 他被自己的问题 和行为逗笑了 做了个鬼脸 整理整理衣着 排在众僧旅的后面 走进了大雄宝殿 此时 法门寺熙熙攘攘地游客退去 斜阳笼罩中的千年古叉法门寺 随着几声东 东 东佛鼓响气 传来大木鱼清脆的敲打声 接着 众僧诵经声营绕开来 我们这些俗世中人 在那悠悠诵经声中 离开了法门寺 士法星 是我在寻访大秦岭中 最快乐的寄遇之一 这不是因为他是外国和尚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